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部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跟指數函數有關的微分 主要我們會介紹,a的s次方跟1的s次方這兩個函數的微分 微分的一些定義還有一階導數怎麼去處理的過程 我們在前面的單元其實已經介紹過了 這裡我們就要應用這樣的想法來看說 如果這件事情是用在指數函數上面的話,結果會是什麼? 首先我們還是要來複習一些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在前面的單元我們有利用連續複利的一個想法 去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這一個 就是說1加n分之1,當這個n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1加n分之1的n次方,它的極限值會逼近一個常數 也就是2.71828這個常數 這個是用連續複利啊,我們去觀察它的這個數字慢慢的逼近現象 得到了這個結果 那怎麼樣利用這件事情呢?來跟我們的指數函數微分做一個結合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到 那第二個就是說當我有這個1的時候啊 我們就會回應到對數上面了 因為一般而言,我們在取對數啊,像10年級、11年級我們都特別強調是以10為底 那以10為底的時候呢,一般來講取完對數會寫logs 各位同學會記得那個10我們會省略不計嘛 但是呢,我們其實在很多的生活情境的模型上面 或者科學研究上面呢,我們也會經常挑選這個1來當底數 那如果你挑選這個1當底數的時候呢 你在取完對數啊,我們會這樣子表示它就是log1為底嘛,x為真數 那它會被減計為longx 那這兩個符號呢,就是我們在對數使用上其實使用的頻率最高的兩個 同學們未來在各種大學的學習上也會最常看到這兩個東西喔 那先做這樣子的複習 那我們就要回到這個指數函數的微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計算機上面啊,跟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兩個 1和longx的按鍵呢 會在哪裡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那個1呢,它是一個無限不循環的小數 雖然說它是個常數對不對 那如果它無限不循環,你可能沒有辦法表示成一個分數形態啦 那你就可能可以透過計算機去求一些近似值嘛 那它會出現在計算機什麼地方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 平常會用到的某一款計算機 那這兩個按鍵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long跟1的x次方,他們是在一起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按鍵呢,去算一些簡單的數值喔 各位同學,如果有計算機,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可以去算一下這個long2,有沒有 0.693,那你就先按2 然後再去按這個按鍵long,你就有答案了 那你也可以去算它的小數 那如果你要算1的幾次方,各位同學要注意囉 那個1的x次方它是橘色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按這個shift鍵 它才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啊,這個計算機按出比如說 1的1.3次啦,或者3次方 這個是在計算機上面跟這兩個東西有關的 部分啦,你要怎麼操作它 也跟各位同學做一下 介紹,那因為等一下呢,我們的過程當中也會搭配使用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指數a的x次方的微分喔 那我們把fx這個函數呢,另為a的x次方 那它的這個導數呢,根據定義啊,可以寫成Limit h近於0嘛 那分母是h 分子就是a的x加h次方,扣掉a的x次方 那這裡的話呢,我就把那個a的x加h次方 拆開變成a的x次方乘a的h次方 好,那它可以跟後面的那個a的x次方做提出 所以各位同學看到這一條算式的最後面 請注意,因為你的極限是針對h 趨近於0,所以a的x次方它其實 是一個常數的概念,所以它被老師提到前面去了 那後面其實我們關心的是這個標色 黃色的部分叫做Limit h趨近於0 h分之a的h次方-1 這個極限到底是多少 我很想知道它是多少,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能解決這一題了嘛 好,那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呢 當函數fs是一個指數函數a的x次方 它的導數是a的x次方 這個東西在額外乘上一個極限值 那這個極限值會是什麼,如果我可以知道它,那我就可以得到倒數的結果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透過一些工具的協助呢,來找到它 好,首先呢 我發現喔,你這個極限值好像跟a有關 因為你的寫法裡面是a的h次方啊 所以我就帶了一些a值來進行觀察 那這裡我就會建議各位同學你可以拿一下你手上的計算機呢 來跟著老師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首先,最簡單操作我不會去帶1嘛 因為1的次方怎麼算都是1,所以老師挑了2開始 那如果a是2呢 我接著就要去選h的值 那h的值要很靠近0 所以我選了哪些呢 我選了0.01 0.001 0.0001 還有0.00001 那 這些h值我就給它帶進去 我要算極限的那個對象啊 所以我就寫了h分之2的h次方-1 那計算機應該可以幫你算出它的一些答案 比如說你帶第一個0.01的時候是0.69555 依此類推你會得到這些數據 當然小數點後面還有很多啦 那我帶了2以後是這樣 我發現它有一個趨近於某個數的 現象像你看0.69 0.693388 0.693171 0.693149 你有沒有發現它往0.693再走 那你算越多的時候就是你那個小數點越來越小的時候 他可能會越來越接近 小數點會從兩位一樣到三位到四位到五位喔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如果是3呢 同樣的方法我帶了這些數據 然後用計算器按按看 你就看嘛 你看這個 A代3的時候它會出現 我們看一下好像在 後面三個有1.099 1.098 1.098 你看它往那個1.098靠近 那這兩個數據都呈現了一個趨勢就是說 它們好像會往某個數據靠近 那這裡的2跟3 讓我用前面我們曾經用過的這個計算機上的一個按鍵叫Long 我取了 A如果是2的時候我取了Long2 A如果是3的時候我給它取個Long3 我們來比對一下 你看那個Long2有沒有0.69314 點點點 有沒有跟你那個0.00001 很接近了 已經 接近到小數第五位了 那你再看那個Long3 有沒有1.09861 它也是準確到第五位了 所以從這兩個操作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測 就是說這個H趨近於0的極限值 那個H分之A的H次方-1 好像跟你的A選多少取Long的那個答案 會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實際上呢 我們在未來的一個學習裡面就會知道 它們剛好會是一樣的 這個極限值就會是LongA 好那我從這個觀察裡面得到這樣的結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重新來看一下剛剛的算式 剛剛說如果你的函數Fs叫做A的S次方 你的導數呢就會是A的S次方 再乘Limit H趨近於0的H分之A的H次方-1 結果後面那個東西呢 我用計算機觀察它會慢慢的往LongA靠近 其實未來你可以知道它就是LongA哦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等於我得到了一個指數的導數算法嘛 就是說我如果是A的S次方我去做一階導數 我的答案就是A的S次方乘LongA嘛 這是我的一階導函數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練習來使用一下這個結果 你看如果我的Fs是5的S次方 那我利用剛剛的結論呢我給他做一階導函數就會是5的S次方保留著 然後再乘一個Long5 這個就是用了剛剛的結論 因為你的底數是5嘛 好那我這時候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指數函數你的一階導函數就是自己再乘一個常數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有沒有機會 你的一階導函數跟原來的東西 一模一樣 當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相當於是在問說 你那個常數有沒有機會是1啊 因為只有乘以1才會是自己啊 那如果要發生這種狀況 你那個A是不是有特定的值 這是我好奇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算式 如果說呢 Fs是A的S次方 它的一階導函數是這樣寫 黃色部分可以寫成Long A嘛 也就是說我希望那個Long A的部分可以變成1 那它變成1的話呢 那它變成1的話呢 我這個指數函數的微分就會是我自己嘛 因為你就乘上1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看這個算式哦 如果我可以把它A的S次方 跟那個一階導函數的Fs這個東西 做一個相處的動作 各位同學看一下第二行 我說我的期待是1階導函數叫做自己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的1階導函數寫的還是A的S次方 可是我明明知道1階導函數是A的S次方在乘上Long A嘛 我非常確定A的S次方這種指數函數永遠不會是0 所以我就勇敢的給它除到分母去 那兩邊同除A的S次方消掉之後 1是不是要等於Long A 那我們知道Long的話 其實是Log用1為底數嘛 所以當你的Long A要等於1的時候 那你的A就只好是這個1 也就是我們說的自然對數啦 它的底數1 所以什麼樣的指數函數可以微分之後 會是它自己呢 只有當你是老師這張投影片裡面所寫的1的S次方的時候 它在微分之後就會是它自己 那如果說你是A的S次方 我不確定A是什麼 所以呢 A的S次方的微分就是保留A的S次方 然後你再乘上一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呢就是Long A 那以上呢是指數函數的微分哦 老師分別介紹了A的S次方 跟E的S次方的微分 胡 說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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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